好香 豆花真的非常的綿密 而且我覺得它的黑糖水很強耶 黑糖香氣非常濃郁 這個豆花的配料很特別 是連在台灣都幾乎不會看到的那種配料 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台灣不醉耶 那時候台灣人很多幫忙 所以我對台灣人很感謝 我也想要給大家吃我的豆花 讓他們幸福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 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嗨喲我是住在日本台灣的YUI 我現在來到我的新宿車站 這裡是新宿車站的新南口 剛剛蓋好美景也非常的漂亮 那我今天為什麼會來新宿呢 其實是有一家在台灣 永康街很有名的排隊豆花 山海豆花店 竟然在日本開飯店了 我連在台灣都還沒有吃過 那趁著它剛開幕的這幾天 就來去吃吃看這家有名的山海豆花 所以我們開始了 從西南口車站走出來呢 會有一間很大價的星巴克 那走這條星巴克的這條路呢 只是走一直一直走 就可以走到那個小田急沙山 Tower 好難念 我們要去這裡的十九樓 然後進來之後要走右邊 這邊非常漂亮 這邊是小田急的飯店 非常可愛 好可愛 它這個飯店的電梯上來十九樓之後 它的店是在這一家 這個Sky Restaurant Decoration Kitchen裡面 那我們就一起來去吃豆花囉 很期待唷 超讚的耶 這家豆花店呢 是在小田急的飯店裡面的十九樓 所以這個餐廳看出去的view真的超級漂亮 明明只是吃個豆花 但我就覺得感覺是吃什麼很高級的餐廳的感覺 那它的點餐方式呢 是透過這個QR Code掃描進去點餐 那我非常迫不及待趕快來點餐吧 QR Code掃描進去 有這個Original全部的生豆花 現在是零元 因為現在是開幕活動 老闆請客 現在不用錢 我點的全部料豆花現在來了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好吃 白飯很漂亮 那裡面呢是有琥珀糰子 然後橘子乾還有桃椒花生跟花生酥 這些料全部都有在裡面 那它還蠻特別的 它的黑糖水呢 是你可以自己自己決定要加多少 然後也會附一瓶這樣子 黑糖水在你旁邊 那我現在就來吃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いただきます 好好吃喔 豆花真的非常的綿密 很像在吃那種 尖豆腐的感覺 比尖豆腐還要再更細緻 非常的非常的綿密 而且是吃得到那個 黃豆的香氣 花生酥也是非常的香 那個花生顆粒 很脆口 很新鮮的花生去炒的感覺 非常的香 這個豆花的配料很特別 是連在台灣 都幾乎不會看到的那種配料 非常的特別 像有這種橘子乾啊 還有這個 它說叫做琥珀圓 琥珀团子 那这个也是老板每天自己手做一颗一颗捏出来的 所以这个琥珀团子也是限量的 直Q 超级Q 它这个琥珀团子是只有用木薯粉加那个 纯水下去制作的 所以团子本身虽然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 可是配上它这个冲绳 冲绳黑糖做出来的浓郁的黑糖汁 吃下去就像一个黑糖团子的感觉 非常的好吃 而且因为我刚才拍照拍了点久 所以那个黑糖其实很入味到这个团子里面 接下来吃吃看这个橘子 好像是蜜腱的感觉 后面会有那个柑橘的香气跟酸甜在后味会出来 这样子加在豆花里面真的是很特别的组合 可是很神奇的是吃起来完全没有违和感 非常的好吃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碗豆花 而且我觉得它的黑糖水很强耶 冲绳的黑糖去做的黑糖水 黑糖香气非常浓郁 然后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喜好看你要加多少 桃椒吃起来我觉得有点像是寒天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那就是可以养颜美容对皮肤好 很有那个胶原蛋白 我可能需要多吃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完食我吃完了 真的非常的幸福 可以在日本吃到这么好吃绵密口感的豆花 我觉得它吃起来是一个很有高级感的豆花 像它很多的配料啊都是手工自己去制作的 然后选材也老板的选材好像也是特别的有它的坚持在 所以虽然这一碗要价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 而且是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 一个十九楼的饭店的餐厅里面 然后有很棒的风景的view这样子 可以享受这样子一碗豆花 真的觉得很幸福 而且它的材料呢 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特别 是即使就算在台湾也很少可以见到的一些配料 可是却吃起来不违和喔 吃起来是很好吃的 然后是可以吃得到那个 整个老板的用心 像它那个花生糖啊 还有它那个黑糖水啊 都非常的香气十足 非常的好吃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在东京想要吃一碗好吃的豆花 想要享受一下的时候 推荐大家可以来吃这家山海豆花 刚才呢发现这家豆花店老板竟然是日本人 在帮我们卖台湾豆花 所以就特别的邀请老板来给我们访问一下 Yoshi-san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最初就是中国语 老板他之前有在台湾住过三年 所以他会说中文说得非常的好 三年就学到这么厉害的中文 还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之前都在跟台湾人一起 所以不会讲中文 没办法三活 所以我完全学到 原来是这样子 那想问你 为什么会想要在台湾跟日本开豆花店 是有一个我的老板 台湾的 他是以前已经有卖豆花 对 然后刚好他来找我 然后他叫我帮他做豆花 你是负责做 对 负责做 台湾的话我不是来 哦 ok 是负责做豆花 了解 在日本在一间店的话 我玩到第一间店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是豆花呢 豆花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很常去辽宁夜市 辽宁夜市 我知道 下班之后 每天去那边 是有一家很厉害的 客家台湾的店 哦 我有在你的Instagram 翻到 对 其实我没有吃他们的豆花 可是我很喜欢他们的预言和花生 是 特别是花生 那个吃的时候 每次让我感觉很幸福 很幸福 就是小确幸 小确幸的感觉 所以我也想要给大家吃我的豆花 让他们很幸福 让他们感受到 你在台湾的这个小确幸的感觉 对 对对对 所以我的豆花 希望我的豆花担前 大家的小确幸 这个幸福 对 很好 非常素晴 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去到了台湾 哦 是因为我很喜欢充浪 充浪 充浪 对 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跟我的老师一起去充浪 是台东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跟充浪 我就觉得 台湾的作业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是哦 拿到那个 打工徒家的 去留针 对 那时候台湾人很多帮忙 所以 我对台湾人很感谢 对 确实是 所以我在日本卖豆花 也要给自在日本的台湾人 吃豆花 所以你是很喜欢台湾 很爱台湾 所以想要开那个作画店 对 让日本人也知道 就是说台湾有这么好吃的美食 想要用日本做 对 谢谢 谢谢 台湾人很高兴 我也是 我也是 那你刚才说 你第一次去台湾 就觉得很不错耶 对啊 你喜欢台湾的什么 我喜欢台湾的 人 人 还有 環境 很漂亮 很漂亮 特别 特别 台东 台东 很漂亮 台东的 路然东河 哦 我以前住在那边 一年半了 未来我还想要回台东 住在哪里 永远住在台东 对 哇 真的很喜欢台东 尤其是台东又有山又有海 没错 这个是你们店名的由来吗 啊 也是 因为我的台湾老板也是台东 嗯 然后我买的豆花 是 我们的豆花是 能够更简单的 做得到的 心里 而且 因为 材料 担担 山 山 海 和海 都 很简单的 心里 所以 从那里 山海 豆花 一样的感觉 对 十分 十分 我发现你们 豆花的那个 上面的配料 是 一般我们在台湾 豆花店都不会吃到的 像那个 花生酥啊 还有 桃椒啊 怎么会想要 使用这么特别的东西 发生都是我 自己炒的 是哦 然后这个很辛苦 因为在日本 没有已经 旧比好的 发生 所以我每天 先把 发生 泡水 再来 一个一个 果皮 对 然后 再来用 麦芽的 发生 一只炒 脆脆的 这只炒 对 所以 好吃 哈哈哈哈 推荐 我教的话 在台北现在 蛮流行的 真的哦 你知道吗 我完全不知道 我离开湾太久了 对 就是 里面有 潮眼 氮气酸 都皮肤好吗 对对对对 对女生很好 应该你不用吃了吧 我等一下多外带一碗 淘焦 而且 还有 有一个 特别的是 我们的豆瓣 豆浆 是日本 豆河店的 豆瓣 就是汉浓汉浓的 样子 请他们帮我做 汉浓的豆浆 然后我再来 我自己挑战 他的 萌日 稳日 对 才会 想玩的豆花 很嫩的样子 对 可是我还会失败呢 我还要 继续研究一下 每天都不断的 精进自己 做出最好吃的 豆花给大家 真的很谢谢你 让我做这个采访 然后 采访我们 台湾的美食 带给 日本的大家 那希望你的生意新龙 谢谢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来 新宿吃 又欣赏的 山海豆花 谢谢 谢谢 等你们来 等你们来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的频道 平常在分享 日本生活 还有日本旅游 所以如果你喜欢旅游 或是你喜欢日本的话 欢迎订阅Yui的频道 那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不喜欢就有缘再见 またね 有缘再见 またね 拜拜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